记者罗天宾台北报道 连日豪雨带来灾情 新政院发言人徐国勇今日表示 赖清德院长非常关心 1011豪雨灾损情形 政府将全力协助地方政府进行灾后复原工作 徐国勇说 民众因豪雨造成的灾害损失 得申请相关税捐减免 农粉方面 依据农业天然灾害救助作业程序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在天然灾害发生后7日内 得失农业损失程度 将救助地区及品项报请中央主管机关 依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项目 及额度公告办理现金救助及低利贷款 财政部表示 该部提供综合所得税 盈利事业所得税 营业税 货物税 烟酒税 房屋税 地价税 使用牌照税及娱乐税等税务的减免规定 提醒民众 义法申请税捐减免 入对于灾害损失税捐减免的规定或申报 请 方式有不明了之处 可向税捐集中机关或国税局查询 灾害损失减免税捐各项申请书表 请至财政部税务入口网下载 服务窗口服务专线 国税局0800-000-321地方税基争机关0800-086-969农委 表示1011毫雨造成农业灾情 截至昨十五日之七时农业产物及民间设施估计损失距新台币1453万元 有关县市受损情形 花莲县损失533万元 占37% 台东县损失480万元 占33% 宜兰县损失440万元 占30% 较为严重 农产方面估计损失金额758万元 农作物受害面积141公顷 损害程度29% 换算无收获面积40公顷 受损作物主要为二级水稻 受害面积63公顷 损失金额132万元 刺猬葱 食用番茄 预计不结球白菜等 农委会指出 畜产估计损失金额271万元 主要为积极压受损 雨产估计损失金额184万元 主要为养殖鱼类受损 民间设施估计损失金额240万元 包括农田流失及买墨 估计损失金额160万元 主要为花莲县农田流失及买墨 计2公顷 以及处勤设施姑 计损失金额80万元 主要为台东县处勤设倒塌 教育部表示 截至今16日时时止 受灾学校共计24校 包括花莲县5校 宜兰县4校 台东县4校 新北市3校 灾损金额出估64万余元 以县市区分 莲江县与澎湖县灾损20万元 整花莲县灾损10万元 台北市灾损8万余元 新北市灾损10万余元